我们的基因由DNA组成,阐述了我们眼睛颜色、鼻子、脸庞、体型与身高。 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基因,从我们是单细胞的那一刻起,就进行了这一切的工作。 但是,到了某一刻,他们会跟身体说,好了,停止成长的时候到了。 我们一旦长够了,生殖线会刺激身体必要的荷尔蒙生产,称为雌激素。 血液中的高浓度磁激素会导致骨骼生长板融合。 这个过程阻止长的骨头继续生长,而且也无法回应一开始引发生长的荷尔蒙。 假如基因不传送讯号到身体,我们就会越长越高。 我们的身体主要是骨头和肌肉就会经历许多压力与健康问题。 我们的身高就如体重会在一天当中变化。 你早上比较高,到了晚上,你大约会矮半寸。 我们白天多数是粒子,所以椎间盘受到挤压。 而且,人类在40岁时会开始缩水。 我们的椎间盘充满液体,未许名为椎骨的骨头之间。 随着年龄增长,这些圆盘开始流失液体,变得扁平。 这样一来,椎骨间的距离就变小,也就缩减了我们的身高。 随着老化,我们的肌肉衰弱,导致体渍弯坡,看起来比较矮。 科学家发现,我们一生大约失去35公斤的皮肤。 假如,你把自己的整个循环系统摊开,动脉、静脉和微血管大约有10万公里。 这样大约能缠绕地球2.5圈。 虽然微血管是当中最小的,它们依旧组成大约总长的80%。 身体越大,心力越慢,这个规则适用于整个动物王国。 成人的心率约为每分钟75下,就像成年的绵羊,蓝鲸的心脏跟小汽车一样大,而且每分钟大约跳5下。 树渠,这种迷你艳鼠般的动物,每分钟心跳1000下。 小臭渠的心率为每秒25下。 舌纹独一无二,就如指纹,我们舌头上的纹路都不同,就连双胞胎的也不同。 这表示,我们可以用舌头做生物辨识,就像手指一样。 关于舌头,还有一件事很酷,它有八条交织的肌肉。 其结构蛮类似章鱼触手和橡皮似的。 下额骨是我们体内最硬的骨头。 清醒时,我们的大脑最多可生产25瓦,所以你大脑所产的电能可以供应一颗灯泡。 假如,你能把身体所有的铁收集起来,数量足以做一根大约7.5厘米的钉子,或绚丽的耳环。 我们手指一辈子平均伸展弯曲2500万次。 还有,我们的手有蛮敏感的天线,会从周遭接收资讯。 光是手掌就有大约17000个触觉受气和神经末梢。 归功于此,我们会接收到动作、压力或震动的感受,也因此,我们把触感跟手做联想,尤其是手指尖。 人体总共约有600条肌肉,但手指一条也没有。 我们控制动作要归功于前臂和手掌的那几条。 600条肌肉听起来好像很多,但某些品种的毛毛虫拥有的远不止于此,多达4000条肌肉。 幸好它们很小,想象要跟那东西打斗,你的脚长度大约是前臂的长度。 检查看看,你可以用手肘内侧和手腕来量。 空气与食物从咽喉下去,所以你不能同时吞咽与呼吸。 这是我们身体某种智慧功能,预防你吃东西噎到。 眼睛很不可思议,甚至能呼吸。 脚膜没有血管,所以不是从血液中取得氧气,而是直接从空气中取得。 我们的肌肤是身体生长得最快的器官,也是最大的器官,并且构成身体大约15%的总重量。 逆折指节时所听到的舒爽声音,使氮气气泡在关节里爆开。 脚并非身体最大的部位,但还是含有25%的骨头。 最大的肌肉也是数一数二强壮的,是我们坐着的那个臀大肌。 其主要工作不是帮我们坐着,而是保持身体直立。 我们每次呼吸,肌骨都会动,这表示一年超过500万次。 股骨,又称大腿骨,是我们体内最长的,而且是总身高的四分之一左右。 当你打喷嚏或咳嗽时,身体只想做一件事,摆脱卡在里面烦你的那个不管是什么东西。 咳嗽时速高达80公里,而喷嚏的速度两倍快,高达时速160公里。 我们是唯一有下巴的动物。 我们呼吸时,空气多数从单边的鼻孔进出,每几个小时会替换,让另一个鼻孔轮斑。 科学家依旧不太确定我们为何打哈欠。 他们认为这都是为了提升血液中的含氧量,但有些新的研究显示,这会让我们冷却。 打哈欠帮我们调节大脑的温度,我们把嘴伸展开来打哈欠,提升血液到头颅的速率。 如此一来,你吸进去的冷空气改变血流的温度,把凉爽的空气带到大脑。 我们在疲惫或无聊时打哈欠,因为这时觉得爱困,身体在我们即将入睡或早上起床时最温暖。 体温在我们要睡着时下降,所以打哈欠有助于让此过程加速。 我们的鼻子能侦测大约一兆种味道。 我们头发长蛮快的,大约一年15厘米,体内唯一长得比头发快的东西是骨髓。 脚是我们身体最怕痒的部位之一。 这是因为我们双脚有近8000条神经,而且其中很多都非常靠近皮肤。 我们觉得痒不是为了要跟昆虫那一类讨厌的东西保持距离。 皮肤跟刺激的东西接触时,会启动一连串复杂的反应,从我们皮肤上痒的兽气延伸到脊椎神经,再到大脑。 神经细胞之后会释放某些特殊分子,传递一个讯息到大脑,该抓痒了。 科学家认为抓痒能缓解骚痒是因为这创造了某种轻度的不舒适,替换掉脑人的骚痒感。 有很多东西会在你刷牙之后味道变差,牙膏上有搞乱味蕾的化学物质,压抑这些负责辨食甜味的兽气。 与此同时,你尝出苦味食物的能力更加突出。 讲到刷牙,别对它们太严格,逻辑上可能会说,你刷越用力就越干净,但是你这样甚至可能伤到牙齿,磨损法郎质,这会让牙齿对冷热,甚至含糖的食物更加敏感。 葫芦尼多常换衣服或冲枣,细菌依旧覆盖全身,你每一寸肌肤都有大约3200万个细菌,不过多数是无害的。 脸红时,你的胃也会红,其原因是肾上腺素暴增。 当我们觉得难堪或紧张时,胃释放肾上腺素,我们的心跳会立刻加速,同时血管增加血流,胃粘膜也会因为这样的流动而变红。 就基因的程度看,人类有超过99%是一样的,对,我们比自己知道的共同之处更多,因为多元化,这包括身高、血型、眼睛颜色、样貌,是我们基因中不到1%遗传差异的结果。 其原因是一个对偶基因,要为我们不同之处负责的基因版本。